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回到今天的国际大棋局第二节 进入这个节目之前, 请大家按赞, 按赞, 订阅我们, 按小铃铛 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去支持一下 在支持司徒文俊频道的同时, 也请大家支持梁锦祥工作室的patreon 因为你们每天的点点滴滴的支持, 就是推动台长和我每天去做节目的动力 而事实上, 你们这些心意, 你们的爱护和关怀 的确是令我们的斗志越来越旺盛 亦是带更多的不同的节目给大家 包括大家希望多些生活化的节目 不要只是说那么多时事, 或者说那么多的集中正是神秘学 没问题的, 我们亦是应大家要求的, 我们有新的女主持 Joyce Biaka 会负责一些教大家去做食物 另外 也会连同台长去做一些梁锦祥饮食世界节目 因为大家都说 其实每天都看到台长在火之神吃东西那段 那可不可以有一些新东西呢 与此同时, 我们亦是叫了朗哥 也会以不同的主持的名字 来推出一些特别款的菜式 首先, 应该会推出了司徒文进 和台长梁锦祥 以两位的名字来做的特别菜式 台长 是 如果稍后设计好 到时, 无论是司徒文进的料理 还是台长梁锦祥的台长料理 那你也要去试试 可以的话, 和我们的女主持 一起去讲解一下这个新菜式的感受 好, 我如果用我的名字 去做一个菜式, 那我可以申请这个专利版权 是啊, 那如果我的名字的菜式 那里面一定要有这个十字架的元素 朗哥就会去处理的了 那我们上一节就讲了这个 洪当当的李家超 现在新鲜的这个 那个主席团 那个叫做给面太队 你的给面太队 那个名单 里面有很多 很久的一些叫做旧电池 甚至乎一些年事已高 叫做一个表态, 一个给面 就是那这个 也说了 关于 罗家 原来Pensy 榜上有名的 那这次回来台长 我们要是讲一下澳门的情况 是, 一定要, 因为澳门的问题 尽管民进在这里都 升迹力药 大肚子 但是, 似乎澳门的 我們有必要在這裡再講講 現在我們對澳門經濟的前景 有什麼解救的方法 或者怎麼樣去向澳門政府進言 就是希望它能夠在短期內盡快去做到這些挽救的經濟措施 如果不是的話 那個失業的方法就能夠在短期內 澳門經濟措施會導致更加多人看不開或者輕生 澳門是否繼續有人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自尋短見 是啊 其實這個真的很不開心 譬如有些聽眾都說我聽到文進做節目是否情緒很低落 甚至乎是否說到某些位置的時候是很悲哀 可能想哭呢 其實是的 因為好像剛剛新鮮 就昨天又有一位年輕 正直壯年 我覺得三十幾歲 是一個人生 叫做是開始來的 或者是一個人生很年輕的時期 的一位女士 自尋短見 所以那個情況 尤其是澳門這麼小的地方 如果你經常在這麼短時間 你見到這麼多人用角色的方式去終結自己的生命 其實如果你在這個城市的長期 你在這裡住 你在這裡 這個城市作為一個家 來到去看 其實你是會覺得很不開心 也都是很悲哀的 當然啦 我也是 都是這樣說的 大家其實如果遇到這些問題 你不需要覺得是 不好意思的 直接去找這些 一定要找人當手 一定要跟別人聊天 不要自己閉在心裡 去找社工機構 我和台長都知道 很多的 無論是香港 澳門 以至外國的聽眾 甚至乎都是這樣說 有些翻牆來聽我們節目的 我們口中所謂小粉紅 其實都是聽眾 都是國內聽眾 大家都有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我們知道的 所以看下我們盡量節目 將來都可以安排一些 心靈上的一些講解 或者給大家多一點的舒緩和釋放 很簡單 我們都馬上想 我們去找一個新的女主持 一位叫做美女 然後也是美食 美酒 美女 希望大家舒緩一下 澳門的情況 其實有些聽眾都留言 其實都很幸災樂禍 尤其是小粉紅 就說你澳門 這麼久以來幫人走資 又說做非法的事情 怎樣怎樣 其實整個城市都賺到盤盤盤 現在就在哭苦 其實我想說 大部分的階層 即基層 的市民 包括我 其實我們沒有分享到 你們所謂的一些不合理的暴力 因為不到我們 階級的人去分享到 只是 澳門的貧富懸殊 可能是比香港 甚至比國內更加嚴重 大家不要經常有一個錯覺 以為澳門整個城市人 都是很有錢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物業 嬰兒一出生就已經 一百萬在銀行 不是的 真的不是這樣的 整件事其實澳門 現在的情況其實是很差的 還有也是 好像我們講各類型的事情 你聽到我跟台長昨天說 樓價租出去 以前租幾萬元 在賭場旁邊的 劏房單位 現在其實租值跌到 一萬多元 甚至乎 以前租兩萬元 現在一萬元 都沒有 都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你看到樓市之外 其實澳門 內循環是很短缺的 很難說澳門 不做遊客生意 自己關門 作為一個旅遊城市 自己裡面的人 可以 消費力 足以托起澳門各行各業 其實真的不行 這就是澳門真真正正的悲哀 只不過 可能有一些 叫做 落後 落誤 不懂得拆鞋的傳媒 例如我們 選擇去說真話 但是當然有一些 可能是 要為各方利益集團 去發聲的 那些他可能會選擇去 說一些澳門其實很好啊 人民都安居樂業啊 以至你看到 甚至乎有些議員 那樣 他們一出來 澳門防疫 是已經向全世界 向國際展示了澳門的專業 澳門是世界第一 澳門是宇宙第一 那你這些口號式的說話 其實不代表 是個事實來的嘛 以至各式的 去炒樓、托市 去怎樣去怎樣 其實你會發覺 很多人在澳門 本地人都是 第一他很自私 第二 他們不肯去說真話 就是這個情況 你作為在裡面生活 其實你是 很心傷啊 台長 現在我們可以去一些很具體的問題 譬如說 那個外勞的問題 那你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但是你有沒有一些實質的 比之前建議的更加可以徹底解決問題 例如 不要說什麼比例了 就是 本地人就業 要全面優先 那這個可不可能呢 其實呢 這件事呢 我跟大家說 是應該的 其實呢 你不要再現在來計 我們還說比例 我們呢 都是有幾 有幾多個澳門人掛了個身份證 我們是請他的 然後我們才批幾多的外勞出來 其實非常時期呢 你一個地方應該要一個心態 就是 反過來 其實應該是沒有外勞的 全部用了澳門人 因為這裡是澳門來的嘛 這個是正式正常 這個是正規 一個地方應該有的態度來的 而不是 他跟你說 甚至乎那個議員說了 有公司 有財團 是掛一個澳門人名 有6000個外勞 1比6000的 然後你還在罵他 其實他的數據是錯啊 其實不是那麼恐怖 那麼嚴重啊 你不要再在這個時候說數據 不要再為一些利益集團去說話 好嗎 當然我們都說過的 他講過財團 很快就說 我們都盡量削減的 我們都會聘用多些本地人 其他有很多沒有說話 不出聲的嘛 其實那些都很嚴重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在很多社交平台 那些本地人分享是什麼呢 我出來找一份工 萬多的都找不到 以至 有些人說他聘用了我 接著試用期三個月 做了一個多月 就是用角色理由 說你不適合了 叫你走了 甚至乎有些明玩你的 是怎麼知道明玩你呢 叫你去見工 你看到那些博企裡面 可能有些免稅店 其他東西 或者是他博企本身的零售 那些 去見過收穩 見過銷售 那你一個本地人去見 那你又要跟別人用中文 英文普通話那些 然後又說別人不懂英文 不懂普通話 所以就不聘請了 很坦白說 台長 台長 我想問你 剛才你說的那些 建工的人 就是聘請人的人 其實那些人 都是澳門人 那些當然有很多可能 未必是 我想那樣東西 如果你是一個澳門的中年人 也好 一個澳門普通 就是做了很久賭場 出來現在想找工作做的人 那你去見一個叫做收穩 也好 理貨員也好 那你要我用英文 例如我當 台長 現在你是建工的經理 HR經理 你見我 我過來 介紹我自己 那我是 英文很差 因為澳門人很多人都沒有讀書 也都 叫做英文不是主要語言 那我最多就是 跟你說 你介紹一下自己 台長你用英文說 是 你用英文說 是 你用英文說 你說 你叫我介紹我自己 你意思是 我建工的時候 你是HR經理 我是 Mr.Cato 請你介紹一下自己 在幾分鐘 OK 我的名字是 A pen and a man A man and a pen OK 我的名字是 司徒文俊 我 我是 密靠 Western 你聽我說 先聽我說 不要笑 I have a YouTube channel Cato 文俊 Same name with me Cosbong channel My partner also is my teacher My brother 台長Mr. Leung Leung He is tall He is handsome 你如果一個 叫做澳門中年人 他的英語程度 可能是 接近這樣 但是我一直以來 我覺得澳門 起碼你夠膽說 就算你不懂 你已經 你應該要包容 而不是說一個這樣的人 他等於說 他完全不懂英文 他起碼肯說 因為為什麼 其實 譬如有很多理由 為什麼不請澳門人 澳門人 澳門人 做事態度懶 澳門人 要求高厭佔 澳門人 喜歡隨時轉工 澳門人 難服侍 其實這些 你換下去 越南人 柬埔寨人 美國人 這個國家 本地的人 都是這樣的 但是 很簡單 我在一些 其他國家 我要開賭場 你當然要請本地人 因為你在那裡做生意 都是請本地人 正如我在外國工作的時候 我幫一間夜總會 去請一個本地人 請他做前台 純粹是穿性感的衣服 站在門口 進來的時候 做reception 基本上那時候 也有些中國客 interview的時候 我們經理問他 你可以說兩句中文嗎 基本上他就說 你好 寬演 他真的說兩句 然後我們都ok 都照給他做的 因為一個情況 難道你還要 覺得他可以 你好 寬演乃刀 什麼什麼 什麼 什麼 喂 他在他的國家 他不需要說這些 他講蛇仔文 講其他東西 他英文中文不好 是應該的 那你不應該就是 他已經盡力去interview 他起碼說了 你作為一個 叫做前台人員 別人 電梯開門出來 你用中文跟別人說 你好 寬演 那我覺得已經收貨了 那你總不能夠 因為這個理由 你就說 哦 他完全不懂中文 所以我不請他了 所以我就要在 不知道哪裏 在中國哪個地方 或者香港或者澳門 請一個懂中文的人回來 你可以請一個 去管理這些人的經理 或者主任 但是 你總不夠本地人 你用角色原因 叫他見联工 然後就 輕則見一個小時 重則見你幾個小時 玩完你一輪 然後跟政府說 那個人 他完全不懂英文 我剛才說的 我的名字是司徒文俊 我會有一個YouTube頻道 我會有一個YouTube頻道 我會有兩個月份 我會有兩金槍 我會有兩金槍 澳門人 他小時候可能好像我這樣 很多人沒有受過一些很高深的教育 然後 很年輕的時候出來工作 做各類型的事情 以致進了賭場 你全部天天見的就是那些 服務員 說英文 你跟他說 你講一句英文 你跟他說Hello 他也吵了你 這你是中國澳門 你說什麼英文 對不對 你麻痹了 你說什麼英文 你Hello 我幹什麼 我抄你媽 喂 那些人 普通話呢 跟著你跟我做測試的時候 你叫我普通話介紹自己 我是四桃文靜 我現在沒有工作 我的老師叫梁先生 他叫台長 他是一個好人 喂 你又說我不懂普通話 說我發音不標準 喂 大哥 你要了解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你在這裡請這個本地人 第一 他起碼這樣說 第二 我們不是普通話 不是我們的主要語言 我們的母語 其實兩樣 就是廣東話 白話 和蒲文 蒲文呢 其實很少人會說 我也不會說的 真的 喂 你問我 咖哩滴菇那些 我不會說的 有時候 你不要以為 你凡是澳門人 你又懂得說蒲文 懂得煮蒲餐 喂 不是這樣的 你問我說蒲文 我只會捕你媽 喂 不要這樣 其實如果你認真 你要去請 你不如考慮一下 其實那些工種 正如他做過保安的 其實是否真的需要去到你說的那種 喂 要流利英語 然後怎樣 是不是要這樣 有時候 其實你沒心 你不要玩那些求職者 其次就是 你做過樣子 今天我跟政府說 我今天見一千個 一千個都不對 所以呢 我希望再請兩百個外奴 喂 不要這樣 好嗎 不要那麼瘋 你在那個地方做事 你用本地人是應該的 接著別人再說的時候 為本地的市民去發權益的時候 去說的時候 你就說這個市民 這裡的市民是怎樣差 這裡的市民是怎樣不忠誠 喜歡就跳槽 喜歡就怎樣 做不長 喂 你說那麼多話去抹黑澳門人 說到最後就是 你要證明澳門人是怎樣不堪 所以支持你去請外奴 你是不是倒轉了這件事來講呢 那你不要在澳門做生意 你不要在澳門賺錢 對不對 最恐怖就是 你不只是那些 什麼博企啊 什麼博企裡面的連鎖店啊 不是這些 我說的是連那些超市啊 喂 你本地做民生企業 那些大企業啊 那些啊 都是這樣的 都是用這些角色原因 見過澳門人 接著說沒有經驗 就是很簡單 這件事而已 例如 我來建工 我當我來計 我說我做了賭場的營運 貿易 做了十年 那現在好 你過來見保安 然後你沒有保安經驗的 那你游低就可以了 好 好 沒問題 我做省製就可以了 你給一套 那些叫什麼 那些 uniform 是的 你給我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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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轉頭 哎 不好了 保安其實都是要請尼泊爾啊 請其他那些 可能請俄羅斯 烏克蘭 請起碼為營 看得的 哎 你這些本地人 肥頭得耳 年紀又這麼大 原來還說 腳斷過的 是不是 那我跟你說 哎 保安都不適合 你零保安經驗 那你在賭場裡面做保安 我之前在賭場裡面 做市場 做營運 你說我沒有賭場經驗 那不要緊 原來背後就是 去捧餐好不好 好啊 我也肯做的 我也肯做的 捧餐我也做的 你沒有飲食經驗的 是的 不好意思 我最多在家裡放公仔麵 但我也肯做的 然後轉頭 你用英文介紹自己 我自己 你不懂英文 給政府一份 然後叫你回去等通知 然後跟政府說 這個人 他沒有保安經驗 沒有保安經驗 又沒有飲食經驗 之餘 還要完全不懂英文 所以呢 我們現在想申請一個 可能是 烏克蘭籍的保安 或者是一個中國籍的保安 然後呢 可能是 在部隊服役過的 可能是 在吳京 手下做過事的 是的 然後呢 總之 不是公安 就沒有警 那類 其次 第二 這個人 就不懂英文 不懂普通話 完全是說他不懂 直接說他不懂 然後呢 也沒有飲食經驗 所以我們也請不到 我們要請多一個 可能是 菲律賓 或者尼庞爾 過來做服務員 因為 你知道 我們這些大公司 很多外國客人 甚至 你的理由 甚至說 那個人不懂普通話 不懂英文 但是呢 做不到本地客 本地客是全部講普通話和英文的 喂 不如你先了解這裏 這裏不是 美國拉斯維加斯 這裏不是 你們所說的其他國家 這是澳門 你說做本地客 你有沒有見過本地客的大姐 去超市買東西 然後 What's up man 會不會這樣的 會不會呀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本地人 會講英文 我真的一句都沒聽過 會不會有人走進去 一間普通的食肆 然後叫人 啊 Can you give me a menu 喂 會不會啊 什麼叫menu 只會問你 拿個餐牌 你有沒有聽過人說menu 我真的沒聽過 Give me a fork 拿個叉來 然後教我 Spoon 有時候這些 根本不是這樣的 你們用角色的理由 抹黑完澳門人 去不請 接著就是要支撐你 去請其他外勞回來 原因就是因為外勞 第一個 薪金給澳門人便宜 第二 外勞在你工作 他不能跳槽 他一定要完成 將約的任期 這兩個就是表面的原因 第三 我告訴你 很多這些做外勞的公司 本身後面就是各大勢力的 是不是 原來這間外勞公司 外股公司 找他回來 這樣就會抽他兩個月的人工 作為佣金 接著這間公司就安排他進來 這些哪些地方做事 其實每天澳門都聘請人 每天都聘請人 請外勞 那些其實是應該本地人做的事 譬如說什麼出來 找些打手上網 洗太平地 澳門人 沒有人做 每個人都要求高的 一個60歲 阿姨 在賭廳做完出來 都說要兩萬元人工的 你去說這些說話是沒有責任的 但是你沒有引證到的 整件事 你只不過說出來 都是去到最後 對抹黑澳門人 就說澳門人是一幫好食難做 澳門人是一幫沒有質素 而且是貪得無厭的人 這個潛台詞就是在說這些 但事實上是這樣 絕對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會出面 動個牌 八至九千元 請個理貨員 可以有這麼多澳門人去見工 一萬一千元 請一個初級電腦程式員 也會有一堆人去寄信 不會那麼瘋狂 以至什麼有些公司 你來報名 你去見工 要收你報名費一百元 收你報名費一百元 收你報名費一百五元 就是這樣 大哥 有時候這些事情 你在這裡做事 你要顧及這個城市 你要講良心 對不對大哥 就是 你為什麼要玩那些人呢 那些人真的沒什麼做 好像很多人在網上說 哎呀我供不起樓了 太太有失業 自己有失業 家裡兩個小三個小的 那些人 去到這樣的地步 你覺得他還會是你們口中那些 不肯去做一萬多元工 會是隨時跳槽 會是你們趕到這麼好食冷飛的澳門人嗎 絕對不是啊 因為你已經是去到一個近乎絕路 對不對 為什麼你們 去到這個時候 還會說這麼多的 掩著良心的說話 是澳門人自己不願做事 澳門人懶 澳門人不肯面對現實 澳門人不肯放下自我身段 澳門人還有什麼身段啊 澳門人沒有政治 沒有任何的創意 沒有任何的特色 沒有貧富 不平均 是一個不開心的地方 為什麼你還要說那些人是這麼差啊 只不過那些人沒有選擇 你覺得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不想在英國出生 你覺得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不想在美國做過美國的中產 你覺得我可以選擇的話 我不想在日本做過日本人 我也想啊 至少在那個地方我覺得 可能是開心 或者我會覺得那個地方 是有希望啊 我夠想做 我夠想去一些我喜歡的地方 是不是啊 只不過我沒有選擇 我是香港人 我是澳門人 這是我們的家 我們想辦法 去繼續生存 繼續做下去 就不要再去 只是維持著這個利益 啊 台長 你說兩句 沒有的 剛才文進說的那些 我想都累積了 只不過說呢 剛才他就把那個網上那些 現在建功的虎放 就是特別他提到一件事 我覺得是 整件事的重點 就是被人玩 是不是 就是根本明知不會請你的 但是現在要做個樣子 但是呢 我們看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呢 呼籲是不夠的 現在 你真的要給到一些 訊息 那個政府 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呢 那些民眾的生活呢 就去到一個 絕望的階段 就是那個政府一定要 很簡單一樣的 就是你做個統計數字出來 有多少人自殺 是因為那個經濟的條件自殺 那你天天有這些 的信息 那個政府都要回應的 無論他是怎樣 做不到的 台長 他們自殺 一定不關經濟的事 一定不是經濟有問題 一定是他自己有問題 你明白嗎 我知道 那就算你自己有問題 那你也會解決的 他不開心是他的事 總之就不關 不是因為財富不均 不是因為這個沒事做 或者什麼 是一時的危機來的 是他自己看不開 你把所有東西推回到那些人身上 你不是自己真的去理性去看整件事 很簡單的 其實現在你是不是應該要大量撥款 去找那些心靈輔導 社工機構那些人 你是要加重過一些 讓他們 除了去面對一些 所謂問題少年 或者一些病態賭徒 以至像阿斯盧文俊這些 情緒失控的病人之外 是不是應該一些普通的人 一些可能現在聽著我們節目 一說到澳門怎麼不行 會哭的澳門人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照顧他們 有多少的聽眾跟我們說 澳門聽眾澳門人 聽完每次聽完我說澳門的事 就忍不住哭 忍不住抱著自己身邊的人哭 有多少人去說這些說話 當然我沒有可能逐個的名字 逐個的電話去記下來 然後去交給一些社工機構 我真的做不到 因為我都想死了 我自己已經受不了 那麼 是不是應該你們是要去 顧及這個城市整個整體市民的情緒和氣氛 今天 經常說中小企 你們以前賺多少多少 中小企賺多少錢 你大哥 你說的什麼 殺多少賭收 黃金十年 那些全部就是賭廳 賭場老闆 地產商 全部就是頂層的收割了這些利益 中小企你認為那個 賣衣服 幫人保鞋 幫人在路邊弄手錶 然後開一間茶餐廳 提供一個40元 通粉餐的中小企 可以獲得這些利益嗎 獲得不到的 但是現在事實上是他們 他們是頂不住的了 今天澳門中小企總商會 就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問了很多的中小企業 就已經告訴你 超過八成半就跟你說 他們現在的盈利收益 或者他們都不是叫盈利 生意額 是只有以前的五成以下 可能只有四成三成 接著超過一半 是會有結業的打算 當中有一成 是會短期內已經決定了要結業倒閉 甚至乎是善後不到的 這個是中小企的情況 因為他們為什麼呢 他撿了一粒 可能業主會追他租 你說了租兩年的 你現在租了一年三個月 那你剩下九個月呢 我不管他去告你 你賠給我 第二 跟政府和銀行借了錢 或者私人借貸 就是跟有些私人借了 有簽到欠據 有拍到那些證明的 那我要還要去對數 那我原先借錢 就是想著 去盤生意上翻本 來繼續做下去 現在做不到 你又背到一屁股債 第三 那些 以前就是靠賭場賭廳的客戶 玩完 去完跌下來 然後在旁邊拿一點 例如你賣碗魚翅的 我賣碗飯 賣碟通粉 去做住周邊生意 都做不到 所以你看到現在 賭場旁邊那些 全部中小企那些 那些 那些 你以前做兌換 做二叔公 找換店 做那些當盤 全部收拾完之餘 你連那些普通的餐廳食肆 都頂不住 都收拾的 那些情況 就是你去到 連七十一都能收拾的時候 就告訴你 有多差 是不是 神經病呀 七十一都可以收拾的 大哥 七十一 你一個正常七十一 你自己想想 有時候你先看清楚 好不好 七十一 那個招牌 不穿燈灰色 這就是澳門現在的現況 為什麼不去想想 第二 賭場 昨天有位大哥出來說話 餘人碼頭 周老闆 周輝 阿輝哥出來說話 喂 他都說得很不開心的 我覺得他想說到哭的了 他就告訴你 如果你政府覺得 衛星牆是不合法的 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對上十年 為什麼對上黃金十年 十幾二十年一直存在 喂 稅收了 你有收稅 有些什麼事 你住場 你有警察 你有這麼多東西 你說他不對 那為什麼 喂 他可以又 又在碼頭上 又有賭場 又等等 所有東西 為什麼你現在才說他不對 你又收稅 好 另外第二件事 這個世界 他老人家 其實 以他現在的年紀 其實他之前有很多生意 在疫情前他賣了 他不缺錢生活 很坦白說 以他這麼多年來 他真的不缺錢生活 其實他沒有義務出來說 但是他可以 加上他 他自己也是 外面有些國家 在住澳門的 可能是領事 或者顧問 我相信以他的能力 他隨時可以 離開澳門去別處生活 絕對沒有問題的 無論財力還是個人 人際網絡 他都要出來說話 重點就是 他告訴你 例如他現在 因為好像漁人碼頭 或者怎樣也好 這些原先 接了守他生意的人 這些賭廳老闆 現在被抓去坐牢了 是不是 沒有了 營運了 老人家都要出生 回來頂住棚 是不是 那你好像 我們說過一集 譚未珠那些 隔著海 喜歡問就問 他起碼有道義 他不會和你割席 他還頂住棚 他就告訴你 衛生場撿了一顆 我這裡有千多二千個伙計 就沒有事情做了 那你是否應該衛生場 你說他不合法 你是健康地去檢討 而不是健康地結束 你現在是結束 健康地結束 那句就是 你現在走的情況 手術非常成功 病人死了 大哥 你想想這一波的恐怖之處 當阿輝哥告訴你 他掛名 那個地方 都可以連周邊 我想可能三千個伙計 是一個場 一個場 那你其他的賭場 其他那些 到時澳本 最少又會有幾萬人 是沒有事情做 那這幾萬人 你現在 怎樣啊 你這幾萬人怎麼辦 那你說 現在很簡單 其實 有些事情 為什麼政府不考慮 就是 你賭牌 六個歸博企 不要緊 給多一個特別賭牌 是給所有的 衛生場 你不要跟那些博企對數 跟政府對 跟博監對 你起碼給他們走 而不是 好像你所說 健康地死亡 其實他老人家 就要形容給你知道 今天病人怎樣 很健康 不過死了 大哥 這個恐怖之處是什麼呢 揮過 他真的不缺錢 我相信 錢對他沒有意思 第二 名譽對他也沒有意思 那麼 一個無辱無求 的老人家 我現在衷心 我對他敬重 絕對比以前 我曾經打過他功 我絕對比以前更加敬重 因為他出來說人話 但是其他呢 其他的博企 其他的賭業持分者 你們有沒有出來說人話 你們全部就是 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躲起來 現在就是怕沒有了牌 然後影響到股市 然後怕沒有了牌 立刻被人追溯 立刻 別人外面的基金 你欠了錢 要立刻過來收你 然後公司會怕破產 你為了錢 所以什麼都不敢說 因為只是在網上開賭 就像我所說 一說網上開賭 online的東西 在澳門說 其實現在的NFT 都是和其他網絡 的那些 全部是佛地摩 不屈進去講的 只想 不要想 你也有罪 但問題 你不可以用這當事來講 這個局所講 正如你在澳門那裡 现在因为没有旅客嘛,要关注民生问题嘛 那怎样呢?现在掃黄,以前掃黄,澳门从来掃黄啊 澳门黄岛,黄岛读一下,读我不说,黄岛起码从来以来都是一个卖点 以前都是这样说,大家都知道心照不酸 现在这样,你去掃黄,掃到那些什么本地那些,什么可能百里二百元的那些 你都要掃,都要拘捕,都要等等 那现在疫情又这样,其实光顾那些是本地人民生的那些 那些叔叔那些,你连他这些的庆祭娱乐,你都要赶尽杀绝的 你叫一个人活在澳门,有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我活在澳门那样,我没有灵性的生活 我想文俊去叫一下鸡,都没有的 我假设,我从来没有叫过鸡,但是我假设,今天很不开心 我想去享受一下性服务,都没有的 那怎么办?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夜总会 在他临倒闭之前,说以前开支牵尼斯 二三千元的,他去到最后为求生存 他和你外面那些街上那些喝酒的地方,都要斗价 去到开支牵尼斯,可能一千元,甚至乎一千元不用的 他弹球有人来喝一下,有些人气呢,都可以叮下去 那你就知道,那个环境是挺难做的 去到这些大的,喂,你去到他们搞不定啊,倒闭啊,怎么样啊 你就说那些风流说话,哎,这些澳门的色情行业 怎么不适合那些学者出来说,这些色情行业呢,以前都找到朋友 是,现在的确有很多,很多人是那些走了的 比如说那些可能是大地产商,靠地产发围 以前是可能,在黄金十年之前或者之后 找了很多钱的一些靠赌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生意 或者有些,可能好像之前找了几个,那些高官 就是用形式找了很多利益的人 是走了的,不在澳门的 但是,其他留在澳门的人 就是有些事情,当你去到细致管理 要连这些街坊的色情,都半点不容许 可能,可能 一个,一个 一个,呃,在街上的小贩当 都要抓,就是,我觉得呢 就不是去到香港的极端的,不会移动 就会是,告你非法摆卖,什么的那些 但是,如果你只是管理,很注重一些小微小眼的东西 而,一些大方向上的事情 你就,真的扼杀了,或者是 呃,就是,由他继续这样下去呢,其实 不行的,真的 真的不行的,如果有朝一日 连我都顶不住呢,就是我说我不是去轻身 我不会轻身 但是如果连我都顶不住,例如 我决定,我放弃我澳门所有东西 我就要找一个地方 走,的时候呢 如果连我 我绝对有信心呢,我是澳门最爱澳门的人之一 我绝对是有信心呢,假如呢 爱澳门是有金牌的话呢 我挂了十面八面的 我真是有信心的 如果连我一个这么爱澳门 以澳门为荣 去到哪里 和人聊天 我都说我是澳门民进 用澳门来先走 的一个人 的一个人 一个这么食股不化的人 一个把澳门摆在嘴上 去说 他觉得是自豪 他经常在烂鬼大三巴下面 走了这么多年 都会拍一下照 会去看看澳门的动物 小鸟 会去看看其他 听一下街坊在那里唱一下大气 唱一下曲 的人 都觉得 顶不住 要离开的时候 证明这个城市真的 很有问题 老实说 香港我都喜欢 我都爱 但是不是切肤的痛 澳门对我来说是切肤的痛 你想想 我刚刚做完节目 说完昨天有三个人 三宗案 不要说三个人 因为究竟确实 有一宗是烧炭的 收租上去拍门 才发觉他过了身 究竟是否那天烧炭呢 我不知道 但是 一天内三宗揭发了 去到 说完 那个节目出完街 的第二天 又有一宗 喂 大哥 你还叫我怎么情绪好 你还想我怎么笑 我是不是还要 掩着良心 哎 澳门厉害啊 然后拍片 澳门是全世界防疫最强的国家 不是不是国家 对 澳门也对 澳门代表中国 所以 澳门也是全世界防疫最强的国家 因为澳门做得很好 澳门是中国 我没有意义的 认真说一句 为什么 很多时候 就算是中国 你会发觉澳门人 很多听众留言 在说澳门人 整个澳门都是小分寒 整个澳门都是深蓝 整个澳门都是为中国说话 第一 我不说你们这么偏颇 但是澳门的而且对中国 是没有那种你们认为的反感 我直接这么说 你不要再说澳门全国都蓝丝 澳门都没有颜色的 如果你要说澳门是要代表一种颜色的 就是我们的区旗的绿色 第二就是红色 没有的了 你问我我也是的 我从来不会说 觉得中国人怎么差 中国人怎么扑街 不会的 我亦都跟大家说 那些人是没有问题的制度 以至我那次我都语重心详 你看我说到想哭 我就告诉你 有些人其实他本身是没有问题 只不过环境逼射 你要去针对 他是不是针对制度环境和事实 而不是去做一些仇恨 澳门人是抵死 澳门这个地方是怎么怎么 澳门是怎么 而不是戴有色眼镜 如果我自己 我都做不到这件事 我怎么有可能 譬如说小粉红留言不删除 小粉红骂我 骂得过分的 我们看完有道理的 就回答你没有道理 一笑自知 我们自己都是很均真去做所有事 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 为什么 对外来的人看我们都不要紧了 为什么澳门自己的人 都不 叫做一些有利益得失的人 你们只是顾着钱 那当然以你们的角度 譬如一个薄企也好 一个高层也好 那你们不需要挨苦 你们不是基层 那但是 你们了解到 就尽量尽自己所能 就是很简单 尽量请一下澳门人 以至就算你的职位 你调低一些 薪金 跟那个澳门人说得明白 可能之前是给你15000元 现在呢 其实我们都真的没有客 那你没有赌客 没有赌收是事实 可不可以和公司共度时间 第一不要那么容易走 第二 9000元做着先 我们是财团 我们是博企 但是我们都给不到一个很利地的人工 拿个心出来去说 澳门人是很真的 澳门人不会跟你下下摆门 澳门人其实是比较纯朴的 真的 澳门人真的出来说个信字 哪怕他是不是真的出来 他都和你说个信字 大哥 你不会好像 你不会好像有些地方很简单 有些地方你去到 无论你是一个小吃也好 去高级地方吃东西也好 他都会叫你点完赛才买单 你就知道那个地方他根本就是不信你的 就算你带到全身穿金大人 他都觉得可能是假的 所以就叫你先卖一单 你开始走 你先卖一单 澳门很多人都不会这样的 以至真的 要不要偷外卖 你去走进一间食店 你跟他说 我真的很肚饿 我没钱吃饭 你会给我一些东西吃 我相信澳门 十间中小企的食店 十一间 他都会煮一些东西给你吃的 我们自己都做过饮食的 我们都试过 面对真是单亲家庭 抱着个小孩说没有东西吃 我都说了 我做饮食的时候 我足足有九个月 每日照顾那个单亲家庭 给他两餐饭吃的 纯粹因为他是街坊 他经济有问题 社工跟我确认了 那我在楼下开店 我就每天 我没得你选择的了 我今天煮什么 就拿给你吃 最多问一下你 你说你不能吃牛的 我就不给你牛 猪呀鸡呀猪呀鸡呀菜呀猪呀鸡呀鸡呀菜 起码每天都给你吃 起码有温饱先 我上次说到很激动 是不是发生一些大型天灾的时候 全部市民互相帮忙 救回多少老人家 多少弱势社群 为什么 你们在这儿赚钱的时候 不怜悯一下这一帮 这么好的 这个地区这么好的市民 一帮没什么基心的人 为什么还要抹黑这个城市的人 这个城市的人的质素 这个城市的人的纯粑 这个城市的人的直率单数 很难找的 如果这个世界 说不同的城市的人民是好人 我想澳门一定能进到头十的了 一定可以 因为我在外面打工 我在其他地方的国家做事 这些环境差的国家 我们口中说的什么菲律宾 什么那些 我全部都去过了 我自己知道的嘛 那些什么叫懒 就是这样跟你搞公运 水节又搞一次 什么中秋又搞一次 是不是 一公运的时候 在你门口唱歌跳舞 这个是摆门来的 实际就是 就是要打勾你心口 拿钱 拿假期 拿有身价 跟着其次呢 要你再请多些人 跟着你在这里 搞住你的门口 直接不让你的游客进来 阻止你做生意 澳门人 有没有因为没有食物 走去你博企门口 躺在地上 不让那些游客进去 除非你请我 不然我不会走的了 有没有澳门人 真的肚饿 跟着来你的博企餐厅 穿到衣衣服 蓝楼和黑衣 你给我吃东西 不然我一直用这么狠狠的形象 搞你做不到生意 澳门人有没有空过你们 没有的 澳门人只不过是 请求你们 现在共度时间 减少外劳 给澳门人 这是一个很卑微的要求 他们只是想有份工作 他们想继续供楼 他们想可以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持平点说一句 整件事 是不是某一方的责任呢? 我从头到尾都要说 我起码说了五次 不只是商家 不只是政府 不只是什么澳门人 或者某些利益集团 是整个城市 所有人面对的事 和所有人的责任 你们是不应该 这么自私的 我说到最后就是说一句 人是不应该这么自私的 最重要的就是 澳门本身有归属感 但是说到归属感这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预测 就是当这些公司 它有了赌牌之后 其实跟着它都会走 所以现在会做一些这样的 我说的 他现在请很多人 尤其是我们有些澳门听众 希望你听着 如果他开一些条件给你 甚至乎你不用上班了 我三折出粮给你 四折出粮给你 所以就告诉你 他现在真的养着你 就是为了目的 如果目的就是不想 遲些续不到牌 为什么呢?因为续不到牌 就会动摇到第一 它的股市 第二 他上市公司的问题 第二 就算他迟牌的公司 跟他上市公司是两份 但是一样东西 人家都会视你为一个整体 对不对? 如果有些什么情况 比如你家里 你可不可以 我其中的一间房间 都破坏了 楼电 窗户没了 然后我外面能处得很豪华 那代表没有事 不会的 这个世界一定是一个整体来看 第二 他们可能借了很多钱 去顶住牌 然后那些地方 你又没有牌 那怎么办? 五鬼拍门 拍到还钱 还钱 然后牵涉到那些持份者 甚至乎他们的董事 家族成员 这已经变成了不是阿公的事 正如一样东西 我敢说一句 假如文俊现在 在香港和别人借了钱 文俊现在在澳门 我有疫情 我过不了去追他财 那我怎么办? 找台长 你是他的长辈 你的学生也好 你的徒弟也好 文俊拿了钱 你也有责任 要是你帮我追他 要是你帮他还 台长 他找不到台长 找浪哥 喂 你是王子兄弟 他欠我钱 就算你不帮他还 我天天下来火之神吃你牛把饭 你也不收我钱 这个世界群带关系很正常 去到第二天 我排到一手 我解决了危机 事实上 我连你不用上班 那一笔粮理 我第一时间要炒了这些人 先剪掉他的计算 是不是 然后很简单 你问我 你说 不会的 他会一直 一直出着粮 然后去到第二天 环境好 就叫我上班 你们想想 你离开工作岗位这么久 人呢 除了生疏 也有一样要感觉的 你认为一天 都不用上班 他都只要给你钱 其实你觉得是好事吗 绝对不是好事的 你叫我现在和台队做节目 我现在不做 我两年后才回来做 有没有现在的状态呢 一定没有 肯定的 所以有时候这些事情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世界 此地无人沙八两 不会在 就是不会在那天上面 掉一条金条下来的 除非 除非那天是真的 那个直属跟你有关系的 你是神的儿子 或者你是最伟大的家人 或者你是同一个圈子 同一个利益集成的 你才会 正如我 我也认识一些 我们说的 很有钱的人 那他会不会因为 啊 文进我也认识你 我也有听你的节目的 然后呢 我知道你困难了 不用了 我请你做顾问 明天你来 你不用做事的了 我纯粹因为这个感情 我去养着你呢 不会的 哪会有这么荒谬的事 不会的 是吧 他只会 我有机会 我就大协你了 我有什么计划 我上市公司有什么计划 如果可以的 我就跟你一起做 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 是 那些叫什么 没有百利的饭盒 台长那些叫什么 免费午餐 对了 没有免费午餐的 这个世界 所以呢 我这样说 与其你们去派些 免费午餐 去给一些 不用上班有钱收的 员工 而长远计我们看穿你了 我知道你这个 排到的那些 一定会裁员的 嗯 你不如倒一会 你现在 先裁那些劳工 把这些人 如果他觉得他用不着 派牌用不着 公关用不着 因为没有客户的时候 你让他去找一些 崗位 他内部转职 无论是 做保安 做餐饮 做什么都好 起码你叫他先上班 你不要让他们 呃 呃 长期惯了这个 停身停职啊 不是不是停身停职 那些叫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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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我啊 我是 呃 我是一个赌场的老板 如果我真的 以前黄金十年 或者之前我赚了很多钱的 我不介意全部用了澳门 一个外奴都不用的 因为我觉得 我是直跟这个城市 我用这里所有人 他用到一个外奴都没有 我起码我出来 我会 真的很自豪捉住鼻子来说 我所有伙计都是澳门人 我所有伙计都是街坊 就是我觉得我这样才可以 捉住鼻子 我都想别人叫我做文章巴巴的 是吧 开心的嘛 这个是一个应可来的嘛 这个是荣耀来的 你在这个城市又生活 这个是一个honor来的 呃 好了 这一节呢 就呃 都相当之长的了 那但是呢 刚才我想总结到一个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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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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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我相信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希望做到 就是那個澳門的情況 如實反映給那個政府 而且如實的意思不是說 我們說了算他聽不聽 是要他聽到 我衷心希望 有心人是要講到一些說話 澳門政府是要聽到的 其次台長 很多聽眾想我們講一下澳門可不可以發展其他腦袋 那這樣吧 今天講不了了 沒時間的 我們找個機會 找個機會 我分析給你們知道 譬如有些聽眾問 可不可以做整個什麼什麼城市 例如醫療城市 不是 中心 例如很簡單 澳門是否真的可以馬上出澳門交易所 我之後回答 下次回來 各位朋友 今晚我又來到火之神 搭尾班車 但今晚有個非常棒的菜 叫燒牛肉沙律 但未講燒牛肉沙律之前 首先要名謝 因為大家見到今天有一支長頸Apple V 高人一等 這支法國優質的乾營是司徒文俊的陰爸爸 就是西伯專門送給我喝的 有兩支 另外一支留在家自己慢慢喝 但這個是非常非常之矜貴 今天你找這支Apple V 難如登天 另外就是火之神的老闆 相當細心 今晚就怕我吃澱粉太多 特別做了這個燒牛肉沙律 燒牛肉沙律最重要是牛 我為何要試一下 牛肉沙律 西冷牛扒五成熟 大家如果吃不慣 五成可以七成 但不要全熟 為什麼呢 太功能了 哇 摩地 還有菜 菜 剛才是老闆走過 非常非常好味 很和味 待會我會消化這支Apple V 大家記住 這麼好吃的東西 一定要來試一下 好 今天當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 司徒文俊頻道